祝大家一阳来复,万象更新 为什么今天这身打扮 在古代有相当的一些时期 就把今天成为过年 怎么是今天呢 他学过《易经》知道节气的朋友 一阳咬现在开始上升 然后随着之后不断上升 由六个音变成一个阳,两个三个四轮 今天是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从此之后,阳气上升 太阳慢慢到北半球 越来越热 别人说还是很冷 而且今天开始是数九 我才开始冷 怎么搞的呢 天开于子,地屁于丑,人生于银 就这个天呢 这个气,这个种子已经开始慢慢发芽了 但是呢,这个地,落到地上也会有滞后 那当人感知到,人在地上,那会更慢 所以说有比较灵光,或者说练功的一些人 甚至说一些草木,动物 有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比人还灵活 就是这个羊已经开始上升了 所以今天呢,一定要早点休息 其实昨天,包括后天,这几天 身体要有个过渡 是有讲,这个之前之后一天 其实都要早点休息 有条件的呢,就是这段时间 备养你这个阳气慢慢上升 我们都说阳,整体来说 有比在人间重要一点 这节课,我们就是简单说说节气 节跟气 一个是初气,一个是中气 怎么没有尾气呢 那中气到最后,结束,那就是尾气 我们一般不说木耳,说尾 这库人这个,比较在乎极力 所以就是,前半段后半段 嗯,今天冬至的时间,开始点 是23点59分 怎么不是零点呢,零分呢 因为今天比较巧,实际上 有的时候是23点0几分 有的时候是上午,有的时候下午 几点几分不一定 从今天开始,这个就是说 新作学里面,是这个 国杰作的开始 有人又说不对 12月22号才是 每一年都不一样 每一年都不一样 12月21,22,23 我们小的时候被过节气歌 而今年,它就是23点59分 才开始国杰作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星座 就是西方星座跟中国这个解析 是一一对赢的 59分 也分0.0000几秒 这个我们就不深究了 它这个天文力法 没实在运转 这个都会有算 过节 它是一个新的气象 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叫节 所以说 有的人过得去 就过了这一节 那过不去 那这一节就卡住了 所以说我们过节 要心情 要把中国人讲图个吉利 也是一个能量的加持 习俗很多 今天吃饺子 也是因为焦紫月 很温暴 所以我们去看 这个小小小小小小 是一个这些 有点